高雄车站预计在明年启用 配合新车站周边硬体逐步在更新 建国路原本破烂难走的人行道 也全面重新跑铺 走在新的步道上 民众都觉得好走了许多 蛮平坦的啊 感觉蛮好走的啊 就是还蛮平的 就是走路也老人家比较不会跌倒 对 建国路是高雄东西两项的交通要道 沿线除了车站还有大量的公车进出 也有商办和旅速进驻 还可以串联周边观光路线 车站商圈已经没落许久 人行道翻新带来新气象 商家也都期待未来车站完工之后 人潮有机会回流 当然希望啊 因为这边已经就是很多店家都走了 就是也没落了一段时间 对 这次建国路改善了 复兴一路到自立路两侧的人行道 也将高雄中学的通学道 一并纳路改善 总长度约1.1公里 目前整体工程已经全数完成 主要的工程是做人行道的铺面改善 那就是我们采用的是皮膚刷毛 然后它兼具有平整跟耐久的比较功用 我们有做行穿线的调整 然后还有人行道接角的扩大 来保护新人的一些通行安全 为了防止机车直接骑上人行道 这次步道的高度也做了提高 但可以看到目前效果好像不太强力 依然是有大量的机车在人行道骑行 部分的人行道路面是跟路面齐平的 那我们现在部分就是做一个台升 人行道的台升 让机车不容易直接 从那个道路直接就上上人行道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我们机车在我们铺面完成之后 尽量来遵守消防规则 不要来帮我们上人行道 高雄车站工程进入尾声 人行道的更新除了提升行人安全 也是重新为车站新门面做翻新 但是新的步道也需要爱护使用 一面车站还没有正式启用 新门面就先掉漆 记者苏翰君高雄报道